Luisia,小朋友消化不良這些問題都是媽媽經常說的問題 另外,小朋友生長得很慢的問題 總比童年生得慢一點 Luisia,我聽到媽媽經常說幼兒的小朋友經常發燒 有沒有方法可以解決 Hello,歡迎來到Live News生活提案事務所 我們今天請來和信堂的盧家瑩醫師,你好 你好 盧醫師今天會跟我們講解疑科的問題 盧醫師,小朋友消化不良這些問題都是媽媽經常說的問題 例如經常不肯吃飯,這些問題有沒有食療湯罪可以解決一下 其實六個月以上的小朋友已經開始可以喝一些簡單的湯水 今天我們帶了一個叫做心靈蜜牙山渣湯的食療給大家 它的材料有太子心 太子心其實有叫做銅心 它弱性比較平和,有一個保抑脾肺的作用 另外這個湯水還有腹瀝、沉皮、健脾去濕的作用 還有還有蜜牙山渣,它有一個理器、消食積的作用 這些所有材料加上瘦肉一起熬,大概熬一個小時左右就可以了 當然除了食療之外,小朋友要注意不可以吃太多的零食 還有其實家長都應該要定時去餵小朋友吃飯 讓小朋友至少已經釀成一個良好的飲食習慣 好,醫師,另外又想問下一個問題 就是小朋友生長得很慢的問題 總是比同齡生長得慢些 在班上都經常站在最前排兩三年都是這樣 那究竟是不是有甚麼成因會長得這麼慢 或者有甚麼方法可以令他快點增高呢 其實新高這件事跟先天遺傳是很有關係的 其實我們後天可以做就是要有充足的運動 要睡得夠,營養也要充足 在我們中醫學的角度 其實新高跟皮狀和腎狀這兩個關係最大 腎我們中醫講是先天之伴,主宰生長法育 所以吃一些補腎的食物 例如黑豆、黑芝麻、栗子、核桃這些補腎的食物 都對新高會有一定的幫助 另外還有這個皮狀 皮我們中醫講是後天之本 是氣血生化之源 意思就是說只要我們養好我們的皮位 我們才可以容易吸收一個足夠的營養 所以可以適當地吃一些補皮的食物 例如蕃薯、薯仔、生藥、南瓜這些 其實對皮胃都有幫助 醫師,我也聽到媽媽經常說 幼兒的小朋友經常發燒 或者行為上會有些偏差問題 例如晚上會在哭 或者是很容易發脾氣、哭鬧 我想問這個情況是否正常 又或者是有沒有方法可以解決 首先就是有些小朋友晚上哭 可能是發燒所致的 發燒的話 我們首先要找回為什麼它會發燒 因為很多疾病 例如流行性感冒 還有一些出玫瑰疹 甚至出水痘等等 都會導致發燒 如果有發燒 我們一定要找回那個病出來去醫治它 另外如果沒有發燒 而純粹晚上哭 我們又要看看 會不會真的在照顧上有些問題 例如說療片濕了 例如嬰兒說太冷、太熱、被蚊咬等等 這些情況 其實都有機會導致她晚上發脾氣哭 其實在我們中醫學角度 小朋友晚上發脾氣哭 我們稱之為夜啼 簡單其實可以分四種症疫 第一種就是脾胃虛殼型 這一種正型的小朋友 有機會是吹傷肚子 或者吃了一些旁涼生爛的食物 通常她的表現就是 喊聲會比較細一點 而且摸下去 手腳硬會比較涼一點 而且臉色都會偏白一點 另外還有一種就是 第二種正型就是脾胃即製型 這一種都很常見 通常就是小朋友消化不良 他們通常肚子會比較脹 另外就是排便不順暢 可能會便秘 甚至排出來的大便可能會比較臭 這些情況都屬於脾胃即製疫 還有一種就是第三種心經即製疫 這種都常見 這種正型的小朋友通常他們 夜晚哭會比較大聲 哭到臉都會紅 而且如果你摸到身體溫會比較高 比較熱 甚至他們呼出來的氣都會比較熱 還有就是最後一種正型就是 瘦晶型 這一種當然都很常見 因為小朋友經常都小膽容易嚇到 這種正型的寶寶 通常他們哭的哭聲是時大時小聲的 而且他們的表情和樣子會比較不安 而且他們會很想爸爸媽媽去抱他 親愛他 其實針對以上這四種正型 我們中醫有一些特色的小移推拿按摩法 都是有幫助的 譬如皮胃虛寒型和皮胃即製型 頭兩種 我們可以用一個叫做推皮經的按摩法去幫忙 至於第三、第四種的心經即熱型和壽經型 我們可以按一個小天心的穴位都是有幫助的 好 多謝醫師這麼詳細的講解 還有最後一個問題想問 媽媽經常說小朋友專注力不足 我們小時候都經常聽媽媽說 你不要遊魂 我在說話 你要聽我說才行 這些遊魂的狀況是專注力不足 在中醫角度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調整一下 其實首先專注力不足 我們要留意會不會是跟教學方法不當有關 因為有時候教得不好 方法錯誤都會令到小朋友專注力不足 另外首先還有我們就要排除 會不會是小朋友不幸 真的有一些先天性的一些視覺 聽覺或者是一些智力的障礙 其實排除了以上這些因素 我們中醫都會根據小朋友的體質去調理他們的身體 有需要都會開一些藥材給他們 當然還有一些穴位都是有幫助的 譬如一個叫八戶穴 它有一個醒腦提神的作用 還有一個內關穴 它有一個靈心安神的作用都是有幫助的 剛剛醫師都說了很多中醫特色的小兒推拿按摩療法 現在也請來這個小朋友范范來給醫師做一下穴位和按摩療法 Hello 范范 Hello 最後還有兩個穴位都是推介給大家的 對於專注力不足是很有幫助的 首先就是在八戶穴 這個穴位很簡單 就是在一個頭頂的位置 在一個頭頂的正中的位置 有一個提神醒腦的作用 可以輕輕地按摩就可以了 還有另一個穴位就是內關穴 在手掌前臂的位置 大概對上三隻手指 小朋友三隻手指 這個就是內關穴 有一個靈心安神的作用 這條片終於來到尾聲了 非常多謝盧醫師超級詳盡的解答 多謝盧醫師 不用客氣 希望大家都會密切留意 我們Live News的中醫提案 大家密切留意我們了 拜拜